KPL转会期继续吃瓜 首先是之前很多瓜主在传 AG的新教练是花楼 现在可以否认了 WB老板给花楼开着拨前了 可以确定花楼不可能离开微博 今天是金宇视讯苏州KSG的第三天 金宇并没有因为小胖被下放到二队线 离止自己视讯的脚步 和长沙淘泊的训练赛 金宇无论是掏出篮领打野还是演员 基本都能撕起来 五局鼓赛就拿到三局MVP 这也能看出金宇的实力 对于金宇来说 转会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市面上比金宇强 还要能流通的打野几乎没有 需要打野的这家俱乐部 只要金宇挂牌的价格不是太高 金宇都有机会想出去 还能成为首发打野 其次就是狼队小胖和他没有的瓜 在最近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扬 就在今天下午 重庆狼队对小胖做出了严厉的准备 下方二队 还扣除师冠赶金和一个月攻击 正所谓羊毛猪带羊身 小胖损失的几十个W 有一说一 狼队的攻关还是不错的 首先丑事已经发生 很快就说服女方发文曾经 把视频化成感情纠纷 再出台小胖处理方案 重拿写放 给狼队最主格的异地 要是新赛季新打野的表现好 直接让小胖查五体 要是新打野表现得不好 说小胖二队改造成功恢复首发 已经是尽量把本次事件 对明年成绩的赢成向到最低了 狼队的攻关值得各家俱乐部学习 小胖事件再一次给各大俱乐部敲响了警钟 对选手正确引发 思想教育至关重要 最后就是骚白购买KPL席位 之前有消息说三支队伍可能要卖席位 很多人猜测是RW霞 因为他们的合体选手发言数据试选 但是最近RW霞官方又进行了PR 那么最后问题 骚白到底哪里是KPL人家席位 还是骚白老板熊猫哥就是在恐怕 大家对狼队俱乐部对小胖的处罚又等待 我们下期再见